中共倾国力发展海军美联合西方反制,中国大陆第一艘国产航母001A下水Public Domain,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就任以来解放军编制,发生了重大变化除了裁剪陆军,重新划分军区以外国防部,倾注了重心发展海军的战备力。 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野心,引发了西方大国的警惕,他们也在采取行动,试图遏制中国向海洋的扩张。 习近平上台后对军队的改革部署非常鲜明,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目睹了解放军的又一次瘦身。 从2015年,他下令裁军以来,全军规模已从此前的230万削减,到了200万其中陆军现役人数首次跌破百万,而海军,火箭军等兵种的现役人数则有所增加。 虽然官方没有公布确切数字,外界估计目前中国海军规模已经达到了30万人包括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等兼兵部,对今年4月习近平在南海海域举行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阅兵。 在无数列队海军官兵的凝视下,他强调了中国海军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建设强大的人民海军的任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 除了扩充人力中国海军也在大举强化军备力量纽约时报,周三发表专题文章以环太平洋地区未切入点描述了中国海军的战备情况,继中国首艘航空母,建辽宁号尚未正式命名的第二艘航母,于4月首次试航和经过中国自行翻新的苏联航母。 辽宁号不同这艘型号,为001A的航母是国产的,据悉中国第三艘航母,已经在上海的一家造船厂开舰,相比前两艘较后的华越式甲板003型航母巨船,将会配备电磁弹射甲板,也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机辅助加速设备。 至317艘超越了美国海军的283艘美国德州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叶耀元说中国,在环太平洋地区军事扩张的矛头直指美国。 现在中国不管是在南海的建设,还是在东海的一些区域性的零星冲突,都是为了阻挡美国在东亚线里的第一岛链就是所谓的日本、韩国、台湾还有菲律宾第一条,阻挡线来阻挡中国扩张自己的潜力。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提到中国海军的火力还远不及美国救男航母数量来说,美国拥有11艘现役核动力航母,而中国只有两艘蒸汽动力航母。 报道指出,为了弥补中国海军在攻击性武器方面的硬伤,中国一直在发展不对称能力,利用潜艇和反舰导弹等技术。 制约美国海军力量文章举例提到了去年在渤海测试国的东风26型导弹,DF-26这种导弹可以远程打击、移动舰船,它高达5000公里的有效射程,意味着远在关岛的美军基地,将会落入攻击范围之内。 与此同时,中国海军今年还在南海部署了全新的英机12反舰导弹,YJ-12旗射程南阔了非绿宾和越南之间的大片海域,而两国和中国之间在南海海域都存在主权争议。 业药员认为,中国海军特重开发反制性武器,不失为一个明智地选择中国要追上美国海军实力的话,它要走的路还很长这可能要50年计划。 但是中国的理解是说,它跟美国的冲突不知道能不能等50年,如果中国继续扩张自己的军事实力的话,有可能在南海或东海就会发生一些中美之间零星的军事冲突。 所以它现在把大部分的资金拿去发展反制军事能力,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战略。 此前中国政府试图使用经贸手段拉拢太平洋岛国的行为,已经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关注。 目前中国是太平洋岛国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继澳大利亚之后的第二大元建国。 同时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也跨越了太平洋岛国,充分体现了该地区的地缘重要性。 路透社引述不具名的政府官员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将在太平洋地区扩张外交规模。 其中美国将向帕劳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等国派遣更多的外交人员,澳大利亚将任命守卫驻图瓦卢的高级专员。 而英国将在瓦努阿图、汤加和萨摩亚、开设等同于大使馆的高级专员公署。 报道还援引了一位不愿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说中国对太平洋岛国发放了大量优惠贷款,但白宫担心这会使他们负债过重。 美国向太平洋地区派驻更多官方人员,是为了让这些岛国意识到,除了中国以外他们另有选择。 adequ换来的不知道让人员解说报的最后 BOO. 政府连统正为准备制作% long的他。 让人员解说пов试irim令,将数稍付住是真正的起変。